Hello大家好,我是小战,又见面了 小九夜呢,离家出走回来了 回来的话呢,我也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 反正的话呢,是吧,你这样子说走就走,说来就来 把这个家呢,完成次当成一个旅馆 那我是吧,也肯定没有什么好脸色 一回来呢,我也不惯着他,也不宠着他 就是让他刀牵措 如果说下次在离家出走的话呢 那干脆就在外面待着算了 这样子来来去去的有什么意思呢,是吧 心情好,就待在这里 心情不好的话,就拿这个事情来跟我说事 以为的话呢,我还会像以前样 去外面找你,打电话恳求你,或是哄着你 主要是看待他怀孕的分散 然后的话呢,其实我也不想跟他争执太多 但是现在呢,我心里面也确实很不确定 常见,总是不让我去 还有的话呢,我不是买了那个烟云狮子吗 我说让他咽一下,这样子呢,我心里面有个底,是吧 不管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对不对 那起码是吧,这个事情要弄明白嘛 有的朋友就说嘛,这个怀孕怎么那么突养 两个人就说分居啊,分开了有那么长的时间了 怎么可能就说突然怀孕嘛 其实呢,这个事情呢,我也想了蛮久的 有时候晚上夜色严静的时候呢,我都在想这个问题 确实也分开了一段时间 但是的话呢,也和好了一段时间 两个人呢,在一起也一段时间 这个呢,是第一点 然后的话呢,我现在心里面呢,也不是说特别的确定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有的网友说嘛 小张啊,你可要担心了 你老婆呀,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呀 经常呢,是吧,跑出去打麻将 然后呢,有时候啊,出去住酒店的 或是说,夜不归宿的 一言不合呢,就离家出走 谁知道他在外面是吧 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呢 我心里面是这个样子想的 虽然说他这个人呢,就是说 怎么说呢,脾气性格确实是不好 但是的话呢,我相信他还应该没有打量 能做到这一步 就像网友跟我说的 估计呢,是吧,早就给你戴绿帽子了 什么的 其实呢,应该不会 对于他的为言呢,我还是了解一点点的 在一起四年的时间了嘛,对不对 这个性格呀,喜欢什么东西呀 或是说他能做到什么地步呀 如果说他真的做出了这个样子的事情的话 是吧,那这个日子呢,是肯定过不下去了的 什么事情呢,我都可以忍受 你说花点钱,或是什么的 这个呢,我能力发位以内 我能挣多少,我可以给多少给你花 那没关系 毕竟呢,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是吧 对于我父母那一块呢 虽然说不怎么尊重 但是呢,他起码啊 不敢说整天啊 骂呀,打呀什么的 没有 在我父母面前呢,还算是老实 虽然说有时候跟婆婆争吵两句 不过呢,也不是说那种特别过分的 只是说他觉得,哎呀 婆婆这个习惯不好 觉得呢,婆婆小气不给他钱花 这些问题呢 还没有说特别的恶劣 最主要的呢,就是说这个出格的事情呀 如果说是吧 真的,怀孕了 这个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啊 不仅是我原来不了 哪怕是翻到就是说 哪个男人身上 估计呢,是吧 都受不了这种样子的 这个呢,不是说 是一个小事情了 关系到这个人品 以及呢,这个做人做事 对吧 你都这么的 就是说,不止好歹 然后呢,不要脸了 那是吧 我也不去骂你 我也不去跟你吵 那这个样子只能就说和平分手了 不要说让我们家来评评你了 就让你娘家,是吧 让你娘家那边的人评评你 这个东西,对还是错 心里面呢,也是这样子想的 我的,我的就说初衷呢 我就想着 只要他没有做这种事情 他呢,还是照顾儿子 对我儿子好什么的 我看对我儿子的分散 让他有个团圆的家 我就不会赶他离开 如果说真的做出了 这种不可谣述的事情啊 就像你们说的 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还能演得下去吗 放心吧 这个呢,我是肯定演不了的 永远演不了 只要他敢去做这种事情 那明天就把它处理掉 就是那么硬气 对我就想着了